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帝虽然身居皇宫 但是很是睿智 他有深情的一面 也有无情的一面 那么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成化帝 成化是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建申的年号 旗旨时间为成化元年至成化23年 共使用23年 朱建申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明宪宗了 这位明朝的第八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长子 母孝宿皇后昭氏 夏威23年 年号成化 正统十四年 还在穿开党裤年纪的朱建俊 被立为皇太子 这时朱建俊才两岁 这一年瓦剌难返 直逼大同 当时明宇宗为了鼓励士气 也学历代皇帝一样去欲驾亲征 所以就不顾群臣反对 执意上战场指点江山 皇帝出征就得太子来监国 就这样 按照皇太后的旨意 便立幼小的朱建俊为皇太子 好像一切都安排得吐吐蕩蕩的 可是想象很美好 现实却很骨感呀 这位身居皇宫大内的皇帝 怎么都料想不到 意外随之而来 土木宝之变之后 朱建俊的父皇被瓦剌俘 未免瓦剌接皇帝的名义 片开官方 更为了避免国无常君 于谦等大臣纷纷与皇太后商议 决定拥立皇帝的弟弟 承王朱祁玉为皇帝 姚尊英宗为太上皇 于是 朱祁玉登基 改元景泰 视为明代宗景泰帝 瓦剌阴谋破产 大怒之下攻打北京 景城守军在兵部尚书 于谦带领下 抵挡住瓦剌共使 各地秦王部队接连赶到 瓦剌推兵 到了景泰元年六月的时候 瓦剌前使与明朝议和 表示愿送回英宗 景帝绿级皇位不保 不愿接回英宗 但在于谦的劝说之下 最后应允了讲和 结回太上皇 同年八月 背负一年多的明英宗 被放了回来 明英宗被放了回来 明代宗当时极其不愿 此后七年时间 英宗就被软禁在南宫 景泰三年 皇太子朱建俊 被废为遗王 景泰帝废掉侄子朱建俊 立自己的儿子朱建继 为皇太子 没想到第二年 朱建继就夭折 当时被追封为怀宪太子 景泰八年正月 明代宗病重 大臣史亨 徐有珍等人 撞开南宫大门 迎接明英宗父位 明英宗父位后 将代宗废为成王 世年改元天顺 就连朱建俊的名字都改了 改为了朱建继 便立他为皇太子 没过多久 明代宗就病逝了 英宗心中有气 就给他了一个恶事 叫利 不但如此 就连早已夭折的 怀宪太子朱建继 都被追封为世子 直至明朝灭亡 都没有人再承认过这个太子 朱建绅的太子之位 终于事而复得 但不曾想 幼年卷于皇位之争的朱建绅 由于精神压力极大 而落下个口吃这个毛病 1464年2月 17岁的朱建绅登上了皇位 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 对于一个童年饱受 痛苦折磨的朱建绅来说 皇帝的宝座 并没有那么重要 此时他认为 重要的是 可不可以和他的万姑姑 长相厮守 这位万姑姑又是谁呢 原来这可是 两岁就开始 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女人 万姑姑想名 真儿 原是朱建绅祖母 孙太后宫中一名宫女 山东朱成元 4岁选入宫中 后选入东宫服侍朱建绅 在他的父亲亲征瓦剌复后 陪在他身边的 就是这个 大他17岁的万姑姑 当他5岁被夺取了太子身份 被赶出皇宫 树倒狐离散的时候 只有万姑姑不离不弃 当父亲重登上皇位之后 朱建绅并没有感受到 父亲的关怀 只有在万姑姑怀里 他才有安全感 这位几十年如一日 伴随朱建绅左右 悉心照料这位苦命太子的万姑姑 朱建绅早已对他产生好感 以前在人之下 他没有办法做出自己的决定 但现在 他已贵为一国之君 他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 只可惜 后宫之主已经有了人选 那是他父皇为他定下来的 朱建绅也不能无故更换 当然 即便他换了 也轮不到他的万姑姑坐上去 毕竟 他的年纪实在大大太多 这个道理 朱建绅还是明白到 于是 朱建绅就封他的万姑姑为贵妃 在后宫位于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在后宫中 朱建绅专宠万贵妃一人 大臣们都不明白 皇帝不到二十岁 正是风流的年纪 放着其他年轻冒昧的妃子 不管怎么整天守在这个老女人身边 于是 以礼贤为首的文官集团急了 少叔说道 陛下 您看您现在没有儿子 是不是多播种呀 不要年纪轻轻就劫狱嘛 朱建绅看到后 微微一笑 不解释也不作为 依然握心握素 我们的主人公 朱建绅 虽然年纪轻轻 但与此前的明朝皇帝相比 幼年阶段失去父亲的护持 有数度卷入到政治玄武之中 使朱建绅的性格少了几分 跋扈之计 而多了几分谨慎 成华初年 内阁由李贤作证 政治还算清明 自李贤病逝之后 朱建绅性格怒弱 压不住阵脚 赤妹王良 粉末登场 在他眼里 善良无比的万贵妃 也背着他 把后宫弄成一座胎儿的坟墓 从万贵妃的小孩 摇折之后 一旦宫女怀孕 立即被他逼着脱胎 而在他的淫威之下 后宫敢怒不敢言 成长起来的太监太多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汪植 汪植据记载 是广西瑶族 大腾侠瑶族出身 自小被俘 净身入宫 因嘴田会来事 狠讨万贵妃的神喜欢 不到十年 汪植由一个小宦官 奋斗到了御马坚太监 御马坚具有统领进军 提督经营的职卷 在十二坚中 仅次于私底间 可谓位高权重 但他还不满足 他瞄上了东城长都之位 想取上名而代之 上名是老资格太监 跟万贵妃和皇帝的关系很好 汪植拿他也没办法 但是 朱建生是一个 很没有主见的人 接不住万贵妃的枕头风 就在成化十三年的时候 批准汪植开办西场 汪植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打响了西场的品牌 随便找几个官员 捏造点罪名 不走任何程序就逮捕 关进牢房 把人活活打死 文官们自然不干 集体找朱建生告状 朱建生见汪植犯了重弩 撤掉西场 把汪植训斥了几句疗事 可是这个汪植却不死心 在商路拒织后 汪植又找朱建生哭诉 心软的朱建生 居然同意汪植重新开张西场 可见他实在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料 通过汪植与西场 朱建生能周知京城内外的大小政治 结谈相语 然而 当汪植的权力过大 并触及士大夫利益时 朱建生却能累积摒弃汪植 把汪植发配到南京玉玛京 事实上 朱建生虽然任用卑鄙机敏的侍从 但也能尊重朝中政治概念的大臣 从而 在士大夫和宦官之间保持平衡 而这种平衡也体现了朱建生的统治艺术 然而 朱建生的缺陷也很明显 他犹如寡断 思雨较重 过度偏袒身边的人 他最为人诟病的事迹 就是民业万贵妃 成化帝朱建生这人吧 我们不好评说 当国家征战不断取得胜利 一切呈现欣欣向荣之态时 朱建生也并没有停止他的治国步伐 在他就位期间 开始全方位整顿立志 利用自己亲自培养的太监汪植 对腐败贪污势力 与致命打击 这就引发了文官们 对他的暗地叫骂不断抹黑 以至于我们今天知道的一位昏君形象 深入人心 但总的来说 朱建生在位期间 对外扩张 对内维稳 天下太平边境安宁 着实立挽了土木宝之变的 威王屯士 使王朝的发展再度呈现出了 欣欣向荣之态 就这些功绩而言 他绝对是一位称职的皇帝 出色的统治者 说完了朱建生 作为统治者的一面 下面说说朱建生 作为一个情种 是如何差点绝了后道 明献宗 成化帝朱建生 最宠幸大他19岁的 黄贵妃 万事 宠幸到什么程度 在后宫女人们的争宠斗争中 成化帝朱建生 坚定地站在万贵妃一边 废掉了与她作对的吴皇后 当然 吴皇后做得也着实过分 仗着自己是皇后 又戏出名门 没把万贵妃放在眼里 竟叫人 鞭杖了她 这彻底惹毛了成化帝朱建生 不仅将吴皇后废掉 在阳极岳帐吴郡 被贬折下狱 连推荐吴氏当皇后的太监牛玉 也没放过 还被贬折到了南京 孝林 种菜 成化帝朱建生 宠爱着大他19岁的万贵妃 万贵妃也不负皇上的恩成 曾为朱建生生下义子 但不幸出生没多久 便夭折了 此事对万贵妃的打击很大 眼看着自己年岁渐长 再生育的希望 见趋渺茫 嫉妒哀怨怨的情绪 深深吸上心头 从此 皇上宠幸的妃嫔 便是她的敌人 既然自己无法怀孕 你们就谁也别想生笼子 万贵妃的这一怨种 果真成见了 后宫嘉丽们的肚子都静悄悄的 转眼朱建生已登基十年有余 可还是没有一个子嗣 能不令朝野唏嘘 不令祖宗着急吗 朱建生也陷于深深的惆怅于自责当中 他还只当没有子嗣是自己的责任 是自己不孝无言面对列祖列宗 想到此事正对着镜子梳头的朱建生 不禁眼眶湿润 这位皇上梳头的太监 张敏见此前景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波澜 既是为了皇上本人 也是为了江山设计 张敏扑通跪下 说出了藏在心底许久的秘密 死罪万岁已有子也 令朱建生错愕不已 原来早在五年前的一天 成化帝朱建生偶然来到内藏室 见到了任女士的济氏 顿生情愫 几番云雨之后 济氏便怀孕了 人生反应没有躲过万贵妃的眼线 很快万贵妃便得知这一消息 万贵妃命令婢女用高气 去将济氏的胎儿剁掉 受命的婢女见到 已身怀六甲的济氏 顿生恻隐之心 不愿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 于是便向万贵妃谎称 济氏并非怀孕 只是患有胃养 才显示出呕吐害喜的症状 万贵妃心以为真 并将济氏送到安乐堂疗养 1470年7月30日 济氏顺利生下一名男婴 即是后来的孝宗皇制皇帝朱又堂 太监张敏不知如何是好 一方面若被万贵妃知道了 必惹杀身之祸 一方面想到成化帝还没有儿子 怎忍心遗弃这位聋子呢 出于长远考虑 于是便将婴孩藏了起来 并将此事密报给 已经被废的前皇后吴氏 吴氏被废后 居住的地方离安乐堂很近 也许是出于对万贵妃的报复心理 也许是出于见到婴儿后的母性本能 我们不得而知 总之无视感冒风险 亲自领男婴来补养 所有身边的人都对此事守口如瓶 直到五年后 太监张敏向成化帝朱镜一身 透露了此事 成化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立刻驾行其内 见到已经五岁的朱又桃 经过宫廷验证 查询程序 证实就是皇子无遗 成化帝就前世迎接皇子回卵 特使来接朱又桃时 母亲济世抱着儿子哭泣诉说 儿子你去了 我就活不成了 你见到穿着黄袍的男人 那就是你的父亲 五岁的朱又桃还很懵懂 不知母亲话中的寒意 朱又桃乘着小教鱼 被送往奉天殿 成化帝将这可爱的孩子放在席上 看了摸摸了看 不禁悲喜着急 替泪喃喃的说 是婉儿是婉儿 长得像我 那过几天 成化帝就册封朱又桃为东宫太子 母以子贵 既是也被册封为妃 宜居永受公 但不幸的是 正如他之前的不祥预言 没过多久 就暴轰而逝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